这个可怜的女大学生才真的是伤透脑筋 但是好像都来不及了 她去年刚刚毕业 那么她八年来努力的到处打工 辛辛苦苦存了120万藏在家里面的保险箱 那么她就是希望能够以后出去留学啊 看看这个世界啊 没想到呢 四月的时候她赫然发现 保险箱里面超过一半的钞票 被白蚁整个筑烂脑 只剩下纸钞的这个金属防尾线了 连调查局的旧钞达人都救不起来 拿出回损纸钞 这些原本应该是女大生出国圆梦基金 现在却变得残破不堪 将近120万元积蓄被白蚁注实 坑坑洞洞洞 有些甚至只剩下一条金属防卫线 纸钞回损状况严重 连调查局旧钞达人也没辙 她这个钱是放在保险箱 她也没想到保险箱居然不保险 然后她说她是存的这笔钱 是准备要出国留学 这名女大生去年刚毕业 从小新院就是出国留学 瞬间多职存了120多万 舍不得花 最后却只换回5万元 原本以为只要保留防卫线就能兑换 但其实必须依照纸钞的拼凑面积认定 只要面积超过四分之三以上 就能兑换全额 只拼回一半也可以陪伴额 对我来讲不是难题 但是我比较难过的是 因为她这个钞票原来有100多万 可是她最后换回来很少 我是觉得好像没有帮到她的忙 只超存保险箱被摆以住时很罕见 一般保险箱不是密闭空间 如果放的位置不佳 就会有类似的重重危机 女大生不知情损失百万元 出国梦碎也学到一次教训 众里新闻薛学华也问其SNG小组 新北区报道